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跟我一起看原文 有找到吧 故说明显殊胜 无有过失 这段是在说什么呢 是说在某些无色地所设的定当中 虽然没有有利名分 但是呢 就如同金庄严论中所说 舍弃 无色的净律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除了少数获得自在的菩萨以外 其他菩萨呢 是依靠净律所设的定而修持功德 因此呢 说道清晰的殊胜 是没有过失的 那少数获得自在的菩萨 可以依着无色定而修持功德 无色定包括什么呀 空物边注定 食物边注定 无所有定 非想非非想处定 所以除了少数获得自在的菩萨 可以依着无色定而修持功德 其他菩萨基本都是要依靠净律所设的定 也就是 什么定啊 色界定来修持功德 而色界定呢 有没有名分力 都具有名分力 所以提到具足名分力这个殊胜并没有过失 那么任何记者呢 都要具有明显分 可是这里的有力名分 有的擅致是解释说 非想非非想天的定 虽然具有明显分 但却没有像一开始获得 舍墨他的时候的有力名分 好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沉默 能障如是名分 利生 调举 能障一进 无所分别 沉调二法 为修 静定障中上手 一记此理 说沉默 它的破坏作用是什么呢 沉默就会障碍出现明分的力量 那调举呢 又破坏什么呢 调举会障碍专一的无分别 所以呢 沉调二者会成为修成清静等持的最主要的障碍 原因就是这个 那么获得清静等持必须具备明分利与无分别的助分 而沉会障碍出现明分 调举会障碍出现无分别的助分 所以沉调就是我们得定的最主要的障碍 是最主要的破坏力量 好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故若无善识别粗细尘调 即虽实矣 不知静修圣三摩地破笔二鬼 旷云圣观 即收摸它亦不容生 故智者求三摩地 与此道理应当善巧 此中沉调乃是修止为原 辩识为原 即正破之法 劫于下说 故此当说修止顺缘 引生三摩地之理 这一段呢是在讲说 如果我们修定的人不懂得善加识别 注意粗细的沉调 以及识别之后遮止沉调的 清静的修定方法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了解 什么是粗细的沉调 以及如何遮止沉调 注意哦 清静的修定的方法 如果我们不了解 清静的修定的方法 就连记址都不可能升起 更不用说是圣观了 所以西求三摩地的智者 应当善巧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呀 清静的修定的方法 那么沉调呢 就是修成济止的为原 辩识为原 以及遮止的方法 本身呢 会在后面的时候呢 说明 所以在这里边宣说 修成济止的顺源 衍生三摩地的方法 再强调一下 舍摩他最需要的是 明显分和安住分 所以呢 修舍摩他最大的障碍 就是沉默和调举 然后如果不了解 什么是沉默 什么是调举的话 或者引进了解了 却不知道如何对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想想 济止能不能升起呢 济止是无法升起的 如果济止都无法升起的话 能升起圣关吗 圣关更不要说了 升不起来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修学圣摩他之前 需要先了解 什么是圣摩他的阻碍吗 需要的 那什么会障碍 生起圣摩他呢 最主要的是 两个对吧 沉默和调举 所以我们应该先认清 什么是沉 什么是调 乃至呢 先认清粗细 沉调之间的 差异性 认清之后 做什么呀 对质 如果不这么做呢 其实就连内外道 共通的收摩他 也是无法升起的 更不要说 不共的笔波手纳 因此呢 善知识就跟我们说 真心 希求 圣摩他的智者 就应该呢 先做什么呀 先听闻 教典 然后去探究 在教典里边 所宣说的内涵 由于呢 有关圣摩他的违缘 沉调 以及对质 沉调的方法 我们以后呢 都会详细地介绍 所以呢 在此呢 就先说明 承办圣摩他的顺缘 以及如何隐身 三摩地的道理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 在我下看 有找到行吧 此中三摩地者 为心专注 所缘之分 父 须与所缘 相续而住 此须 二种 一 与根本所缘 令心不散方便 即与 以散 未散 将散不散 如实了之 初 记 正念 此 是 正 之 说这里的 三摩地者是指 注意哦 是指内心 专一 安住 于所缘的 那一分 那一部分 这里边提到了 安住 到底要安住多久啊 绝对不仅仅是 暂时安住 一下而已 而是必须 能持续地 安住于所缘 想要持续地 安住于所缘 需要什么条件呢 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呢 是指内心 不从根本所缘上 散意的方法 第二呢 是 如实了之 对 如实了之 是否 散意 或者说 是否 将要散意 这两者当中呢 前者 是正念 正念呢 能使 内心 不从根本所缘上 散意 或者是什么呀 或者是正知 正知呢 能如实了之 内心 是否有散乱啊 是否将要散意 善知识说呢 三摩地 是一个心锁 它的作用呢 就是让心 安住在一个 所缘境上 正念与正知呢 是帮助 获得既旨的 注意 两个顺缘 正念使内心 不会散乱 然后安住于 所言 敬上 正知呢 大家想想 正知呢 又可以 再细分一下呢 就会 可以分说 有一种 预警系统的 还有一种 就是 发生之后 才知道的 所以就有点像 有灵敏的正知 还有一个 反应迟钝的正知 反应迟钝的正知呢 就是 散乱产生之后 才知道的正知 甚至有的时候 很长时间才知道 它反应有点慢 那么 那个 很灵敏的正知呢 是 散乱还没发生的时候 它就 知道了 就是说 它具有警告作用 有点像我们的 那个 预警系统 而且这个预警系统 在正常运作 比如说 那个预警系统 告诉我们 前方 可能会发生危险 哪里有危险 这种正知呢 就是 训练很久了之后 它已经变成 很灵敏的 在那个 散乱发生的之前 沉默发生的之前 正知就会知道 再 总结一下 说所谓的三摩地呢 就是指心 面对所缘的时候呢 什么呀 保持 专注的一种状态 而且要尽量的 什么呀 拉长 我们的心 安住在所缘上的 这个时间 就是心 安住在所缘的时间 一点一点的 训练 然后变得拉长 所以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必须借助两种力量 你们回答 哪两种啊 正念正知 那么正念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让心 专注在最初设定的 所缘境上 避免散乱 比如说 我们安住在佛像上 那我们就确定好了 我们这个正念 就是要安住在佛像上 那么正知呢 就是观察自信 在对于所缘境 是否产生散乱 就他会看一看 看一看 观察一下 我是否 安住在佛像上 我是否专注在佛像上 所以其中这两个呢 以正念为主 正知是扮演着什么 一种帮忙的角色 但是这两者 能分开吗 是不能分开的 他们必须相互配合 然后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就是能够达到我们 想要修成的 那个事物他 所以正知和正念呢 是我们此生和近未来近 一定要交到的 两个心灵的挚友 有这两个朋友帮忙的话呢 而且我们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尤其是那个具有 预警系统的那个正知 就是在很远的地方 他的 他的汇率好像很强的 很远的地方 就看到哦 那个散乱或者沉没的风暴 要来了 要淹没 这个马上就要开始防范 所以呢 一旦我们从很远的地方 开始防范散乱和昏沉的话 就会把它越折越远 越折越远 有一天呢 它就彻底不见 所以大家好好的学 我就会 s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